原标题张博之前飞闻男友说无赖我嘴里的儿子 其实指的是狗 继陈坤之子的母亲 是谁之后娱乐全落在线一经天大迷团 就是张博之第三胎儿子生父 是谁可以说自他生下第三胎来 网上就没间断过对这件事情的讨论生父 从前夫猜到负伤 张博之方面也保证着持续打奖的动作 算是娱乐圈目前最大的一个谈资 不过就在1月10日的时候 张博之的前飞闻男友在微博上开始耍无赖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位飞闻男友和孟怀 之前在飞博上晒出过一张怀抱婴儿的照片 还配文称超级奶爸 瞬间引发了网友的注意 直接就有网友联想到张博之身上 一度令大众误以为 他就是张博之三胎之子的生父 后来已经变身打奖队的张博之工作室 立即否认了这件事 随后张博之的中文网官方微博 更是直接发文称 狗皮高要四的碰死 故意倒贴引发不必要的误会 恶心至极工作室之前已经辟谣多次了 为了增热度连做人的底线 都不要了 这位先生 你有事吗 请自重坚决打奖 拒绝捆绑 看得出来张博之的粉丝 完全怒了毕竟自张博之和何孟怀 共同参加过一大综艺节目后 本来没什么名气的他 由于和女神张博之传出了一次恋行的消息 顿时增长了很多关注度 此次男方又在这个敏感的时期 发布了自己怀抱婴儿的照片 也难怪网上会猜疑他是张博之三胎儿子的生父 但出人意料的是 在张博之粉丝单方面宣布了打假后 何孟怀也不甘寂寞的发文 澄清自己蹭热度的事情 微博中趁怀中抱着的婴儿 是自己学生的宝岛 已经有六个月了 自己只是代为照过一天 并且表示 其的确喜欢孩子 但目前处于单身状态 而我嘴里的儿子其实指的是养了狗和猫 还着重表示自己没有蹭热度 希望网友们不要过度揣测 看着这所谓的澄清张博之的粉丝们 似乎并不任何依然在质疑着他耍无赖 甚至有人还翻出了他以前的微博 在寻找是否曾称狗和猫是自己的儿子 可是纵观他以前关于爱宠的微博 似乎并没有称宠物为儿子的习惯 都是直呼其名 或是用代词来指代案正常的思维来说 在网友纷纷猜替张博之三胎之子 生父是谁之计 但凡是不想被牵连其中的 都会极度避险 以免惹过上身可是何孟怀 却迎面而上 在这种时候 发文奶爸难免会被质疑炒作 所以说 作为公众人物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说到这就不得不说 同样作为公众人物的张博之 始终任网友们肆意猜测 也不加制止 只有在网上疯传随时生父的时候 才出面打假 也让人移兴工作室的用意生产 已经近两个月的时间 工作室和张博之方面 只对产下三胎之事进行了广而告知 但却始终不肯说出孩子的生父 是谁才使得网友无时无刻都在寻找孩子的生父 诚然这是张博之的私生活外界 无权去要求她说出孩子生父的身份 但她应该清楚的 是她是明星 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女明星 有话题 有热度是好事 但整日让网友谈论自己的隐私真的好吗 如果说真的不打算说出孩子的生父是谁 为什么不能由工作室做出一个公开声明 杜绝网上这些毫无意义的推测 目前整个网络都被孩子生父是谁 这件事闹得乌烟瘴气 这件事